晚上一会儿 这是最后一两单了 啊 这是帮别人请的 对对对 帮别人请的 北京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希望取了年夜饭回家吃 大家一起吃比较好 因为我去年就是在这儿订的 所以说就是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在这儿订年夜饭 由于疫情造成有一部分客人呢 更希望在家用团圆饭 所以呢 我们今年的销售成绩呢 稳中有增 再来这儿订阅 最后一一位 最后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